在香港住了這麼多年 我第一次有打風入水的經驗 小時候可能住一些沒那麼好的地方 和爸爸媽媽住屋邨的時候 都沒那麼嚴重的 第一個最大的挑戰是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出了事 他也有說我們結婚之後 經歷了不少的風風浪浪 我說沒有了 過完這次就應該好了 Fashion的東西我都OK的 有很多高人在我身邊指點 是否捨得不得三 以前不是很捨得 但是近年就越來越捨得 我自己有個小習慣 就是我要在我投資那件事裡面 我要賺回來的 譬如我買相機 那個相機是兩萬元的 我有個工作要賺到兩萬元以上 我才會去買相機的 同樣 那件衣服可能是一萬元的 那我要那個工作有一萬元以上 值得我去買這件衣服的時候 今天都很開心 就是來這裡看多一些漂亮的衣服 看多一些很多本地的設計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以前都很想 有想過可以出一些自己的品牌 那我自己都 以前都很想可以做一些Fashion的東西 那我自己都會留意 那他自己就完全沒有留意 那所以我有時候都會跟他說 哎呀你都 即是藝衣服都穿衣服 都要留意一下多一些 那樣 謝謝大家